以下车炮声隆隆 乌克兰突击旅士兵疯狂扫射 反击位在前线的俄军 另一头 靠述从掩护偷袭前方敌人 因为传出俄罗斯军队 在北哈尔科夫夺下一座村庄 还不断向东南方推进 透过远端遥控无人机 要在制高点抢回战场优势 主要原因就是战况 胶着只能歼灭一个算一个 苏联制多用途两棲装甲车 遭锁定直接化为烟雾 但周一无二双方互轟 你来我往来到近期最高点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攻击 本周一早不止边境地带 乌克兰15个地区响起空袭警报 哈尔科夫 奥德萨 蒂涅伯罗等 连首都基辅都被飞弹锁定 俄罗斯发射数十枚飞弹和神风无人机 起初乌克兰空军发现 11架图95轰炸机 随后可搭载匕首弹道飞弹的米格31线中 瞄准的就是乌克兰能源设施 躲空袭苦中作乐 爆炸后基辅部分地区停水停电 邻国波兰战机也迅速升空戒备 不过俄罗斯早在周日清晨 无人机就先闯入乌克兰试水温 乌东克拉莫托斯克路透社六人的采访团队 预袭下榻饭店被炸成废墟 一死两伤 死者是一名38岁的前英国军人 又有记者命丧战场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说 记者下榻的饭店是被伊斯坎德飞弹击中 俄罗斯大规模攻击是为了报复 顾斯克被供入 乌克兰月初从东部苏梅 闯入俄罗斯边境防守较弱的区域 占领的领土比今年俄罗斯 在乌克兰占领的据点还要多 乌克兰说攻入俄罗斯是先发制人 而俄罗斯说乌军入侵 苦斯克后就损失超过 五千八百名兵力数百辆军车 一天就有超过三百人阵亡 不过乌军周一又派 UJ-26海里五人机 闯进俄罗斯西部萨拉托夫 直接重撞一栋高楼大厦 宛如重演美国911事件的场景 乌克兰网路节目狂骂俄罗斯 俄罗斯老百姓似乎也开始出现不满声音 根据英国独立报报导 民调显示从乌克兰军队踏进 俄罗斯本土后普清的民调 两周内下滑3.5% 来到有史以来最低水准 专家认为普清现在颜面尽失 不过俄军究竟要继续攻打乌冬 还是调兵回防边境地区 恐怕得看乌克兰在库斯克 能攻到什么程度 TVBS新闻中不倒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